来看到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有76万多人 那么每个月有480点的禁劳卡 被外界认为是不太好用 原因是出在于能够使用的项目不如其他的县市 比如说像是台北市就还能够用在了国民运动中心等地方 总质询上民进党籍的议员就针对了新北社福预算编列不足问题 请市长侯友宜说明 民进党团议会总质询 市议员戴伟山说 新北市的社福预算只编列了16亿元左右 距离上限40亿有一段不小的差距 难怪很多人都说新北市的禁劳卡不太好用 过去在您的长官朱立伦的时期 其实每一年中央补助地方的经费只有500多亿元 可是到今年为止 在新的预算年度里面也是明年 我们的赖总统帮我们的新北市 因为他很重视 编列了1013亿元要来补助我们新北市 简直是两倍 不过我也跟议员报告一下 我们人均预算不管是统统分配税款 市长你总是说人均预算 对没有错啊 不会我也很同意 对也是为胡理你怎么来呢 可是市长我要告诉你 这代表民进党的政府一路以来 从小英总统到赖总统都非常支持你 这也代表你的人缘好 好 所以市长 我希望说 拜托一下 但是我们人均预算还是六都最低的啊 市长我不要跟你讨论谁是最低的 所以财化法我们都希望能够赶快来重修 追根究底市长侯友宜说 这是因为财化法不公所导致 新北市人均预算是六都最低 加上预算不应该排除其他项目 因此才会呈现出社服预算编列不足的现象 你站在这个角度 你听到你的同党同志在立法院 这样卡这个总预算 你能接受吗 这样子看来 有些法定预算是一定要执行的啦 那像净老卡有些并不是法定预算啦 那这里面我们要看这个 如果法定法律规定了我们就照做 没有的话 其他扩充的市会福利 市长市长这是你的证件啊 有证件就要实现嘛 如果照国民党的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来说 那我就可以说 侯友宜就你骗票 请你下台 可是我今天身为一个议员 专业的议员 我不会这样说你啊 因为我知道预算无法这样使用 先议员因为 至于到这个法令的问题 我是尊重立法院啦 但是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沟通跟讨论啦 从近期中央政府总预算 频频在立院卡关 不难理解民进党议会党团 希望凸显地方经费 同步也因为杯葛在立法院被卡关了 或许就像市长侯友宜说的 好好沟通化解歧见 找出真结理性面对 才能够创造双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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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